赛事现金的小鹰体验卡已经可以领取 我也用这个忍者在忍术对击里面匹配了20多场 通过实战效果再来说一下这个忍者的情况 质量很高 强度不错 但也有明显缺陷 一技能三段可以通过摇杆控制出现的位置 有时候可以拉开歪轴起手 但我不建议用这个技能起手 因为这个技能是个大后摇 一技能二段是划铲加抓取 前半段可以替身 后半段飞到空中抓取生效后就无法替身了 狂躁状态下的普攻抓取 可以通过一技能二段快速取消 二技能第一段是两段的位移攻击 可以通过摇杆控制一定的歪轴 同样也是一个大后摇技能 二段有巨大化攻击效果 就算中途被打断 巨大化攻击也不会消失 OE没抓取 无法克制霸体 但好处是可以覆盖全歪轴 还能接技能 总的来说这个忍者确实有着明显的后摇问题 但技能设定强度并不低 更何况还是一个可以免费领取到的忍者 这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实战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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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